我覺得我有在慢慢做一些心理建設 但是當然知道很多事情都還是有風險 那我覺得就是我們可能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把風險就是 這個狀況韓爸爸就很重要 我聽了一遍韓爸爸 韓爸爸一定時間會站在前面 給我比較多壓力其實真的是學到科學壓力、深水壓力 然後包括之後後來到國外 然後要自己學會獨立 然後因為都是上網課關係 所以比較沒有辦法跟朋友接觸 這些都我覺得有一段時間其實我還有一點小憂鬱 有一次好像就是去完圖書館就是念完書 然後我就自己走到一家賣台灣牛肉麵的餐廳吃 然後就邊吃邊流淚 為什麼會覺得你修學出店這樣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我想蠻久 尤其是在多很多那段時間 因為我自己做 然後比較多自己讀書的時間 所以我就常會自己就是每天思考 不管是思考 雖然說對我這個年紀來說可能會覺得這樣講太重 但就是真的會思考人生 然後我一直想說就是這樣子的生活 真的是我想要嘛 我未來四年我真的會想要就這樣子這樣 我有沒有別的更想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是有沒有別的不同的可能 我覺得就是我會常常反覆問自己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然後後來跟爸爸媽媽提出我的想法之後 我覺得他們很尊重我的想法 然後他們也會跟我提出他們的建議這樣 可是如果出來出道啊 或許可能不一定有 但是會 可能會有遇到一些粉絲的一些瘋狂行為 像日本AKB就曾經有粉絲攻擊藝人 在簽名的時候 那你如果跨到你要怎麼去面對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有在慢慢做一些心理建設 但是當然知道很多事情都還是有風險啊 對那我覺得就是我們可能能做的就是盡可能把風險 就是 這個狀況 然後韓爸爸就很重要 我聽得變韓爸爸 不要當保鑣 韓爸爸 第一時間會站在前面 對 韓爸爸 對 因為他有要出道就是 大賣就是那個藝人啊 你講什麼建議員啊 就是誠實地面對你自己的工作 那其他的我相信呢 比如說他的唱片製作 我也都沒有靠近 就是讓製作也很難共感 那我相信這個是他自己的一條路 自己的人生 要靠他自己走 我其實比較實際耶 因為我們畢竟也進這行這麼久 那我當初就有跟他講 我們選擇了就是努力做好他 用心做好他 那演藝圈有時候並不是說 你多努力多用心多認真 你就一定可以走得很長遠走得很好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做了這麼多 但是好像不如你的預期的話 我說那個時候也不要 覺得很自責 或是覺得好像跨不出去那一步了 對 你看媽媽當年走不下去也是 後來就結婚了 不要公立他結婚 我後面要講的就是說 走不下去的話 有別條路 不要學媽媽